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个之前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啊 我们承诺过大战嘛 如果有时间一定把这个坑给填上 这不就来了 对不对 我就想到一个我最喜欢的人造人18号了 来看一下发述 这个是本色出院有没有 那么到了2021年 其实龙珠的这个周边产量一直是年年高产的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这部作品的话呢 也不妨弹幕私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也会制作更多的这个龙珠相关的节目嘛 对 小伙伴们请加大力度 所以说嘛2021年我们第一款招像 一定要有金鬼天人的气势 所以选择了这两位超级赛亚人的经验对决嘛 就让他们来拿开帷幕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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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魔人波片中的北极塔为了抛弃一切杂链 赌上自己的自尊和全部占领 自愿被魔化 只是为了和悟空痛快的打上一架 在动不动就是毁灭地球保护地球的故事情节中 这一场战斗显得格外的纯粹 而作为性格更加不为复杂的北极塔 也在这场战斗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说现在提问龙珠坟 看看罗特和北极塔你会更喜欢哪一位角色 我相信他俩的呼声谁都不会听 两人的成长精力和性格曲线完全不同 也都以不同的角度去展现了赛亚人战士所具备的品质 凯天在之前1-6对战系列雕像的叶凯VS6的班之后 将第二战对战系列锁在了魔人飞击塔VSX无空这一场经典对决 果然哪打都是大IP 雕像整体高约45厘米 讲比之前很像的构图 这次龙珠的整个体积显得小巧许多 从烟雾里窜出的二人叙事待发 准备马上发起下一轮攻势的魔背 显得志在必得 作为经典的空背巅峰对决 这一战两人虽然都是超二全攻略 但魔法下手后 恢复往人那个高傲冷血的王子 感觉会更高一丑 在发现上 雕像的细节虽然有瑕疵 但造型处理的还不错 更强的西亚把头发几乎全球的直动起来了 金色组装备合成色的阴影 看起来很舒服 那作为超二最具辨识的全身闪电的特效 产品中给出了一大把金色电流特效件 但装在两人身上时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安装方法 因为使用的是软胶件 所以其实这些特件呢 是缠在两人身上的 这么一说 M王子好像是觉醒了什么属性啊 咳咳咳 所以即便是我安装电流特效件 世上也不会留下碰出来的安装接口 算是个新的尝试 不过按理来说 两人暴气的时候 世上应该是犯起蓝色的电流 有点不大对 先来看一下悟空 一直觉得从解王那里回归地球之后 脑袋上都个甜甜圈啊 莫名有蒙点 经典的舞蹈服务没有什么说的 成蓝搭配啊 就是悟空 因为鸟山明这几具电视的卢化风 使得雕像在面相的环温度上 调不出太大问题 从表情上来看 作为对手的魔人被击塔 此时此刻绝对成的上 是一位可怕的敌人 不过黑化眼影这里啊 感觉不是很明显 黑色线条要是在符合漫画狂野一些 就比较好了 雕像在身体肌肉的刻画上 使用了偏血实的画风呈现 夸张的肌肉群和暴起的血管 表明那两人的战斗都倾尽了全力 十分的享受 不过雕像上的伤痕 并没有做太多刻画 简单的漫画线配合影组装 只是点注了一些欲亲 悲基塔在这次雕像状 更具有主角像 从剧情角度来说 这一段主要是刻画悲基塔想要朝平悟空 不惜转磨人化的心理变化 闪色紧身一种诡异的吸附性 穿在了王子身上 总之就是超显身材的那种 不过同样 世界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多伤痕 毕竟动画里可以说是头部血流 如果能环游出来的话 那么这一款雕像还能进一步强化 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 战据制高点 虽然是发动虚拟光波 雕像在这里使用了比较传谱的特效件来呈现 并没有像叶凯一样加入亮灯机构 所以玩家在观赏的时候 视觉中心点呢 还是平均分割了两人 没有可以去聚焦在这全力金上 如果说电流光多以及甜甜圈都可以亮灯的话 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最后就是底座了 龙珠整体的作画风格 用这样形式的底座呈现 倒还蛮贴切的 两人身上几乎没有灰尘 像是瞬移出来的感觉 整体来说 造型的动感上还是没到位的 最后再多说几句 想起20年初 疫情在家做的龙珠Z卡格罗特 开箱节目时的MV 龙珠这么多场战斗 其实让我一项最深刻的就是 魔背和无垢这次朝耳对决 虽然在结束完沙漏篇 因为拯救地球而牺牲的悟空 黑基塔数为余生之底的悟空已经不存在 虽然嘴上说着不会战斗 但作为赛养人有无犯这样的朝耳存在 他也同样没有休息过 在布偶篇得着悟空回现实一天 一同参加舞蹈大会时 他所有的愿望就是 想与悟空就像当年第一次交手一样 动动怪怪的打上一场 但因为波欧事件的乱路 此时愈加适应地球生活的他 也无法坐视不管 当看到巴比迪可以放大邪恶 和看到悟空的战斗时 或者这可能仅有一次和悟空交手的机会 而自愿被魔化 同样高的自尊心 又使得巴比迪无法控制 就像他自己讲的 此时的他只想变为当初的自己 没有那么多作为地球人的顾虑 单纯的变为那个冷血的吓人 动动快快的由悟空打上一场 这便是他这么多人来唯一的愿望 而之后和波欧的战斗 也是他第一次为别人战斗到死 与特兰克斯等人别念的那一幕 我还记忆有心 贝基塔这样一个不能算是阵营的伙伴 在这次的战斗中 人物的性格曲线 能让大部分玩家感受到 这位高傲战士的自尊和执着 就像最后 看着超三与小波欧战斗时的悟空 伴随着龙珠漫画的完结 贝基塔也完成了自己的成长 放下了高桂夏王子的身份 说出了那一句 我还会让你一刀 你一刀 你一刀 你还会在这一期 还不在 这一程的完美 还不在一切 这一刀 根本是 你怎么办 你突然能决定了 你怎么办 我只能决定 我还认为 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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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が起こって 火山を爆発させる 溶けた氷炉 待っていたぞ カカロン 俺はこの時を永遠 ずっと待っていた たまのにしほたいね Yeah あとはこの雕像の售价 当時意义价格は538年 過了一年 でもない太多の漲幅 これも経験時間の考え とりあえず国内各種第三方的龍珠 G&A雕像の 海天能堅持走版权路線 これもこの態度は とても值得玩家認可的 關於龍珠的一些經典場面 とても経験時間の映像小時候看的 今夏第一舞蹈大会片 納美科星片 人造人片 魔人布偶片 等等等等 今年的場面 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私たちの映像最深刻的 は小悟空對战 彼克大魔王 私たちの映像は漫画的 そういったら 龍珠は小伙伴の童年 その映像最深刻的 是哪個名場面 也歡迎在視頻下方 或者是納美区討論 OK 時隔一年 終於是把坑填上了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 關於龍珠相關的節目的話 也可以多多一鍵三連 支持一下 對 所以這一期的拆和分享 就是這些 我是小小米 我是方華 那我們下期再見了 拜拜